大家好,欢迎来到周老年讲堂,如果您觉得唐糖的视频还不错的话,可以点击订阅并给唐糖点个赞,还可以分享给您的朋友,同时点亮小铃铛接收最新动态,您的支持是唐糖最大的动力。 今天唐糖要给大家分享的是,58岁中医的主妇,养生不靠运动和吃药,更不靠她。杭州有位中医,她干什么都和别人不一样,别人锻炼都是拼命跑步打球,她却只爱游泳走路。 别人60岁后最怕吃药,她却天天主动吃单身片,说可以清血管。 别人反对吃零食,她每天都要吃几粒零食,还说可以软血管。 听起来是不是觉得这位医生很有趣?其实这些做法不仅有趣,还很养生呢。 这位市集名中医,是中医院古商科主任周辉老师,就是靠着这样养法,练过50了,硬是有一副30岁人的好身板。 她嘱咐我们,养生靠的不是剧烈运动和药补,更不能盲目跟风。 50多岁人了,血管已经不干净了。 周主任车里的零食,天天吃三粒它,预防血管胆固醇结晶。 大家都知道,血管健康是中老年人的头号健康任务,但是我们保养它,不要追求一个东西吃下去,一秒钟血管就干净了。 那是神药,也是不可能的。 但是,有一种东西,每天只需要很少的量,天天吃就可以来保证血管健康,帮助预防一些不良习惯导致的血管问题的。 你们看,周辉主任就每天吃三颗。 这食物是周主任常年在车上必备的,一般每次游泳后,开车回家的路上,周辉主任都要吃三颗生的大核桃。 为什么要吃大核桃呢? 周主任说,我这个年纪,血管里已经不干净了。 生核桃里有不饱和脂肪酸,对预防胆固醇结晶,吸肉等都有好处,还能清理血管。 年纪大了,保护心血管系统很重要,我让我的父母服用副方单身片来清理血管,每晚服用一次,每次三片。 这种药十块钱一瓶,性平温几乎没有副作用,建议六十岁以后就开始服用。 单身片,这个之前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,光单身泡水喝都对心脏血管好的, 但这核桃我们可是头一回听说,一查才知道,这核桃可以说是我们周老年人的血管健康第一名零食, 特别是糖尿病人养血管也可以靠它。 核桃对血管有六重作用。 心脏健康第一位是血管最爱的零食,吃法简单,剥壳往嘴里丢就行了,一天也不吃多了,三颗足矣。 一,中老年心脏健康第一名的零食。 有人说核桃有很多油啊,怎么可能还对血管好呢? 的确,核桃美味,因为它富含油脂。 干核桃中58.8%都是油脂,但是你不用惧怕这种油,这种油是血管喜欢的油。 有研究发现,即使在一日三餐中都含有少量的脂肪,如果添加核桃的话,脂蛋白也会下降7%左右。 就是这么神奇,我们每天吃三颗,完全不用担心长胖,反而会让人觉得精力充沛。 因为这种特性,在美国化学协会的年会上,研究人员就说了,对心脏的健康,核桃是坚果中的第一名。 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大学的研究人员称,与其他的坚果相比,核桃油被发现有更多更好的抗氧化剂。 很多糖尿病人吃东西本身就有各种要求,一旦涉及到养生上面就更加麻烦了,别人能吃的,糖尿就可能不能吃,但这核桃是例外,只要每天吃不超过三个。 美国的研究者发现,那些伴有内脏肥胖的超重者每天吃点核桃,大概13克,56克。 有助于改善血管内皮细胞功能,而这对于这些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有一定好处。 因为糖尿病患者的不少并发症都与大血管和微血管的病变有关,因此,糖尿病人每天吃适量的核桃有利于改善血管功能,预防与血管病变相关的并发症,不用担心会对胰岛有太大的负担。 3. 饭后吃一粒软化血管 研究发现,核桃中含有氢氨酸,有助于产生易氧化氮,能减少动脉硬化,让动脉保持柔软。 4. 还含有抗氧化剂和α亚麻酸,有助于动脉健康。 每一天饭后吃一颗核桃不仅有利于心脑血管健康,还能降低患其他疾病的风险,包括高血压、糖尿病等。 别当饭吃,饭后吃一颗就够了。 4. 在手里玩核桃,也能降低血管脆性,增加韧性。 核桃在吃之前,我们可以先拿两个在手里把玩一下。 这个动作看起来不大,但是血管的功能在不经意的时间里即可得到良性训练。 它可以使得直掌部的血管获得反复柔挤,按摩,锻炼手指的同时还是一种血管体操,增强血管的输缩能力。 降低血管的脆性,搓核桃时刺激血味,疏通经络,吃个核桃还能健身。 5. 改善心脏血流量。 核桃中保健营养物质也是非常多,基本上各个都是心脏、血管喜欢的。 比如,分类抗氧化物质,可保护患者的心脑血管,预防动脉硬化,降低胆固醇,预防脑足中冠心病和老年性痴呆等。 此外,核桃仁还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液,也具有抗氧化功效。 一些统计数字表明核桃可以改善心脏的血流量,该研究发表在医学会议,研究结果应该被认为是初步的。 6. 保护动脉血管的作用。 耶鲁大学预防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做了这样一个实验,通过给20多名男性和女性二型糖尿病患者在平时饮食的基础上, 多加入2盎司的核桃,约30个去壳核桃,这样维持8周的饮食,然后转换到完全没有核桃的饮食。 你知道结果是怎么样的吗? 在经历了维持8周的核桃饮食后,它们的动脉的弹性增高了,因此核桃能够起到保护动脉的重要作用。 此项研究结果发表在《糖尿病护理》杂志上,当然了,各家的研究吃的核桃量都不一样, 但我们还是推荐大家每天吃三个核桃,饭后吃一粒,其他两粒分在两餐之间吃,吃太多了就喧宾夺主了。 快过年了,不少家庭都买好了坚果放在家中,核桃就是必不可少的一种。 大家在购买核桃的时候,想必也会有一个疑惑,怎么才能挑出质量好的核桃呢? 其实,挑核桃学会四点就够了。 第一点就是看外观,要选外壳薄而干净接近圆形的。 如果外壳比较暗,没有色泽,说明已经放了很久了,不建议购买。 第二点就是凭手感,质量好的核桃放在手上,叠一叠会感觉有些重量。 第三点是看颜色,质量好的核桃人颜色多是黄色,如果发现核桃的果仁表面颜色已经是黑褐色,就不能购买或食用,因为它已经变质。 最后一点就是闻味道,质量好的核桃散发出的自然味道,有一种浓郁淡淡的核桃香。 如果在闻的时候发现核桃有异味或者酸腐的味道存在,就说明这种核桃的质量较差,或者已经变质,是不适合购买和食用的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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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